为了离婚官司 艺人王力宏现身法庭 走下车挥挥手没有任何闪躲 白衬衫牛仔裤一身轻松的搭配 在律师抵达之后随即现身 只是面对问话一样笑而不答另一头 林静磊长发披肩 巧合的也穿着白色衬衫 深色裤装出庭 面对镜头挥挥手 这场离婚官司两个人都是亲自出席 也都提早抵达来做准备 上午10点正式开庭 王力宏9点41分就到场 李静磊9点54分到 双方前后相差13分钟 开庭之前没有碰头 一见面就是法庭交锋 王力宏与李静磊前年年底传出婚变 离婚官司在美国的部分已经告一段落 纽约法庭判定离婚或准 只是回到台湾这个问题同样得要解决 为了这场官司花了一点时间 北院今年5月传唤两人到庭之后 6月底两个人现身新店家事法庭 事隔三个月双方再度法院相见 这段期间双方仍然不时的隔空伯火 王力宏这个月初才在小巨蛋演唱会 唱着想见就能相见 如今两个人真的见面了 但曾经的爱恐怕已经不如从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